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今天我們中華民國最大的人 翁曉琳娜說出來要收復中華民國師徒 要大家遵守憲法反攻大陸 嘿!所以我在此宣布 國民黨員應該要 堅起創黨責任 創立中華民國的歷史責任 收復師徒 我宣布反攻大陸 收復秋海棠師徒 那我算了一下大概跟14到16個國家 有領土糾紛 也就是說我們從今天開始 不只要宣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宣戰之外 還有其他14到15個國家也要同步宣戰 因為這幾個國家都跟中華民國有領土糾紛過 以前大清慈禧向八國宣戰 哇!現在中華民國翁曉琳向14到16國宣戰 名流輕死啊!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一段影片 我翁曉琳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為完成中華民國偉大復興 收復師徒 反攻大陸 向以下14國侵占中華民國領土之國宣戰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開戰 向印度共和國開戰 向日本國開戰 向緬甸聯邦共和國開戰 向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開戰 向俄羅斯聯邦國開戰 向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開戰 向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開戰 向蒙古國開戰 向吉爾吉斯共和國開戰 向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開戰 向尼泊爾開戰 向布丹王國開戰 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開戰 請辭 2024年10月1號全面出土 國民黨員有優先搶攤權 其實應該是16個國家 雖然我們影片裡面只做了14個 但是我後來又做了功課 發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在南海 有的領土糾紛包含了馬來西亞 也包含了菲律賓 那也就是說我們要反攻大陸 那反攻大陸成功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就會變回我們的 那就換成我們跟菲律賓還有馬來西亞有爭議 所以在此啊 我們中華民國也要向馬來西亞宣戰 還要向菲律賓宣戰 所以請翁曉玲提一個請贊書 交給總統交給行政院長 我們啊中華民國啊要對16國宣戰 等一下好像不只16個國家 因為美國跟日本還有跟菲律賓都有共同防禦的協約 對吧 就是說任何國家侵略了菲律賓跟日本的話 美國就會去幫忙共同防禦 會去抵抗 美國是北約的老大哥 那也就是說不僅美國會介入之外 北約的成員也有資格也有權利介入 那我們看一下北約目前至2024年 有32個成員國包含美國 也就是說32加上16 所以翁曉玲代表中華民國同步向48國宣戰 哇 哇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凱撒大帝 你真的是 宗師等級的 哇 難怪你說你最大 沒人比你大 國民黨的人 清中的人都認為 中共一旦打台灣 我們台灣連手都守不住 對嗎 那你現在說要恢復中華民國邱海棠領土 你覺得連手都守不住你要攻 古今第一人啊 不然我這樣問啦 就是在翁曉玲那個質詢的概念 翁曉玲還有復婚姬都說 我們不承認兩國任 我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請問你們到北京去面見王滬寧的時候 你們過的是什麼海關 哪一國的海關 上面寫什麼 啊你們看到那個五星旗 那個是代表什麼 然後你一直說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要反攻道路 你這句話怎麼不跟王滬寧講 對吧 翁曉玲你跟王滬寧有握手過 你可以當面直接跟他講對不對 我們不承認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們現在的大陸領土是我們中華民國 不是你對他講 你有這個機會 你講不出口呢 你覺得你連守城都守不住 你要去進攻人家 OK啊 你說的這個要反攻大陸 是要用文的 弄文的反統戰 你怎麼反統戰 人家中共對我們的統戰都會說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神 對吧也是直接對我們講 那你們有沒有對他們的窗口 一直對他們講說 中華民國福建神 中華民國南京市 你有沒有講這些 你沒有講 所以你的反統戰在哪裡 就是以中華民國大愛統中心理論的 大陸各省 是青天板日滿地紅的統治之下 這些論述 這些統戰的文宣 然後去滲透他們的文宣系統 要滲透他們的新聞 要滲透他們的娛樂 你做到哪了 你有看到哪個中國藝人說 我是中華民國人啊 中華民國南京人 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看到的是 嘿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人啊 我看到是這樣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阿美族 我看到都是這樣 所以從文的你們既然沒有要統戰 那就是說只能從武的囉 所以國民黨的支持者你們有去訓練嗎 一直說什麼保衛台灣要去參軍 你們反攻大陸不是更應該要參軍嗎 你們要攻擊別人呢 所以我們也不要等美國跟北約過來說 因為你侵略別人我們要制裁你 我們直接同步向這48個國家宣戰 好嗎 請汪曉玲寫書給行政院長 給總統 給國防部長說 我們中華民國國民 恪守憲法 向48國宣戰 好了 晚上還有一支影片 請大家準時收看 我是八九 待會見 拜拜